接下来你会听到全世界的银行 不论你是在日本是在法国英国德国非洲开普通 不管你是在什么古巴和哪国家 你所有最相信的银行越大的银行它越可能爆雷 瑞士的瑞信一定会完蛋 德意志银行一定会完蛋 因为它是跟着中共的 英国那几个大纠差银行一定也会完蛋 美国这银行完蛋多了去了 富国银行这百分之百完蛋这个球银行坏极了 BOA坏极了 一定会完蛋的 这个共产党勾结的银行毁咱爆料革命的银行 你去想嘛一定会完蛋 汇丰肯定完蛋 大通也得完蛋 大通汇丰新加坡的那几个什么DU什么 DU什么什么银行的全完蛋 你能知道大银行这些名字基本全完 只要你熟悉的名字基本全完 花旗银行绝对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还有什么Capital Bank这些都有问题的 整个澳大利亚的四大银行几乎能留下一个都不错了 法国的BMP百分之百完蛋 都高斯贝也够呛 加拿大前六大银行最起码吧 四个到五个岛最起码一定是这样 然后被监管 扎达银行是百分之一万的完蛋 它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了 现在让大家安全的一定要记住 凡是那些大银行和共产党勾兑的 还要跟政府之间走最近的 它根本不可能再活下去 这是全人类的金融一场大戏牌 保险公司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会没有 你买的保险基本九十九都会没有 在未来的三年内保险公司九十九都没有 日本就更惨了 日本的银行保险公司更惨了 基本都会没了